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用英文1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商用英文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邱怡慧Florence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 简报英文的主题 在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Visual Aids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是要再讲 PowerPoint 主要的制作 还有演讲的一些技巧 那我想这个部分 对同学的工作 或者是学业上面 都是非常实用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先介绍 今天的特别来宾 Justin老师 嗨 Florence,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great to be here in sunny Taiwan as opposed to freezing cold snowy New Zealand 但是你会不会知道它在室室里 这也挺酷的 对吧 好,谢谢Justin老师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段的课文内容 我们请Justin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OK, presentation with use of visual aids It was never designed to be the presentation content itself nor were its slides supposed to be the prompts for the presenter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一个单字 我们请Justin老师来帮我们念一下第一个单字 Content We are not aware of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好,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清楚这本书的内容 再来下面一个单字 Slide The last three slides for the presentation are not clear enough 好,这个简报的最后三张头影片呢 是不太清楚的 再来下一个单字 Bullet 好,我们通常会还是也可以用bullet point 就是我们通常在讲一个重点的时候 一个圆点 黑圆点的部分 再来下一个单字 Transition Transition 我们在上一讲有提过 就是从一个point到另外一个point 你需要一个transition 才能做一个连结 一个转换 再来下一个单字 Absolute Absolutely 好,是绝对的 无疑的 再来最后一个单字 Print 提示或是提示的台词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简报的时候 需要用到visual aid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大意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 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呢 简报内容就是所谓的 PowerPoint的内容 就是它的头影片 那通常我们会有很多的bullet points 就是所谓的黑点点 然后其实有很多的transition effects 就是有很多的转换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如果演讲者只是在读那些黑点的话 而没有在跟观众互动 那甚至就是背对着观众的话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必要用PowerPoint 因为大家还是只是在念上面的东西 那这样子也是对那个演讲者来说 并不是一个提示的作用 再来那到底为什么需要做一个visual aids呢 它的purpose是什么呢 我们请Justin 老师来帮我们念一下下一段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单子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单子 我们请Justin 老师来帮我们念一下 enhanced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enhance you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ies 最好的方式可以提升你的英文能力的话 是什么呢 再来下一个 sensibly 好 这个意思是说非常显著的 明显的意思 再来下一个单子 design 设计的意思 再来下一个单子 suit the coat is too large for you I don't think it suits you 好 这个大衣对你来说太大了 我不觉得这是很适合你的 好 我们再看回来 这一段的大衣 到底visual aids 它的purpose是什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PowerPoint主要的是 让你在视觉效果上面 是能增强效果的 visually 然后还有它可以用的是 用一些比较显著的方式 或者是有一个clear purpose 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的 那所以通常你要在用视觉效果的时候 就是visual aids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要跟audience要做一个互动 就是跟你的观众做互动 还有跟你的 你的那个 简报内容是做互动的 这样子的话 才能适合你所的 就是我们的观众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设计 这个visual aids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段 我们请Justine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emotionally emotionally if that's what you are trying to achieve images can be a great way of doing tha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怎么样去设计你的powerpoint slides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单子 第一个单子我们请Justine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image 是影像图像的意思 再来下一个单子 diagram 是图表的意思 再来下一个单子 emotionally 就是感情上的情绪上的 我们来了解看一下 就是在这一段里面 就是怎么样去设计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大仪式 如果说你是在用powerpoint设计的话 那你必须要make sure 它必须要帮助你在视觉效果上面 是可以帮助你让你的audience 是能理解的 而不是把你的audience吓跑 所以呢 你一定要去enhance the message 再来呢 尽量是有很多的visual 就是不要一大堆的文字在上面 所以呢 可能的话 请你要用一些image 就是一些图像 graphs 还有diagrams 这些图表的东西 让比方说 让你的观众是更清楚一点 比方说你想要了解 大家平均一般人 一天花多少时间 是在使用facebook上面的话 那这个话 可能用图表 或是图像来呈现会比较好 那这样子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呢 我们会就是等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 就是还有更多的内容 我们待会见 同学 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图表 或者是用一些image来呈现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用文字的话 我们会讲到bullet points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段是提到 如果你真的是用叙述的方式 来呈现的话 那有哪一些需要去避免的事情 我们先请Jostin老师 来帮我们念一下 下面一段课文 OK so you should keep bullet points to a minimum for example key facts but where possible add some visual metaphor on the same slide few of us are professional designers so if it's a very important presentation get some professional help if you have the budget available but if you have to do it in-house keep things simple and don't end up spending 80% of your time on the slides and 20% on the actual presentation content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一段里面的一些单字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单字 metaphor 这个是象征 或者是隐喻的意思 那这是一个文学的用语 就是说 你可以拿一个东西 来做比较 比喻 professional this is a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好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出 再来下面一个单字 budget the school does not have a budget for new computers 好 这学校并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一个预算 可以买新的电脑 再来最后一个单字 in-house 好 这是有关于 就是独立的 内部的 或是独立设计 不需要外人制作的 这样子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课文的大意 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多的 bulletin bullet points 这样子的话 请你务必需要 就是尽量减少 那在这边意思 比方说有些人 可能在一个画面上面 呈现了十个bullets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非常多的讯息 所谓的bullets 或是bullet points的话 这边是key facts 那有的时候呢 请就是同学 就是不要超过 比方说六个 这样子的话 audience会比较清楚 你所要传达的讯息 另外呢 因为我们像一张同一片 是看到 few of us are professional designers 就是非常非常少的人 是专业的设计者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在有限的预算里面 就是如果你有budget的话 你最好是请professional help 就是请一些专业的人 帮你做 但是呢 你必须要in-house的话 就是你自己要去做的话 你要让所有事情 都是非常简单的 不要don't end up 就是不要最后变成说 spending up 80% of your time on the slides 就是不要花了80%的时间 是在做你的投影片上面 而你几乎没有什么时间 放在你真正的简报的内容 就是80%是投影片 20%是真正的简报的内容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有一点 没有办法顾到 你真正所要传达的讯息 那这是切记 就是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段 就是他到底还有在讲 有关于visual aids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请Justin老师 帮我念一下 OK We've got pitfalls of visual aids and there are plenty you've probably heard already heard the phrase death by powerpoint use the kiss rule keep it simple and succinct as far as your use of visual aids is concerned don't overdo things don't use too many different transition effects don't use too small font sizes keep the number of slides to a minimum keep it as visual and text free as possible we'll be looking at more of the pitfalls that can happen with visual aids such as powerpoint we'll also look at how to avoid them so they don't actually become a hindrance to you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标题上面 有个单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请Justin老师 来帮我们念一下 第一个单字 pitfall 是一个圈套 或陷阱的意思 再来下一个单字 avoid try to avoid the peak season when you travel to foreign countries 好 尽量就是 如果你要去国外旅行的话 尽量是避免忘记的时候 再来下一个单字 hindrance 就是妨碍障碍的意思 我们看回来 到底简报 简报里面有哪些陷阱 或圈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的大意 就是说呢 其实他是说 大家应该都是要 follow一个原则 叫做kiss rule 就是因为大家都听过 有一个地方叫做 death by powerpoint 就是说大家不应该只是 完完全全 依赖那个powerpoint 你上面还是有很多的陷阱 那这个kiss rule的话 意思是说 keep it simple and succinct 就是说尽量的简洁有力 那到底有哪些点要这样做呢 我们看一下一张投影片 就是下一张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的bullets 我们所谓的bullet points 是这个意思 就是那个上面的点 好 它说不要做过多的东西 然后呢 尽量的就是字体 不要是太小的字体 然后尽量就是 你要把你的slides 就是你的投影片的数目 不要写太多 然后要keep it to the minimum 就是尽量少就少 然后再来就是 尽量是着重在视觉效果上面 而不要有太多的文字 买买的文字 然后反而就是 我们不知道 就是这个跟一般的 比方说文字档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子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想说 这些都是有关于 pipful的部分 那大家要尽量去避免 那不要再 就是希望这些 不要成为你们的一些障碍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已经讲到 PowerPoint的一些圈套 那它跟讲义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请Justin 老师 来帮我们念一下下一段 OK Visual Aids versus Handouts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那有关于这个单词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就是讲义 那我们请老师来念一下 好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数学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义 再来下面一个用法是 这是维持固守的意思 就是专注在某一个部分 再来下一个部分是 好 是什么时候跟你的老板说话是最适合的时机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课文内容部分 我们也很想知道 到底我们为什么需要用PowerPoint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讲义的部分 这两个的difference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页这个投影片上面 有一个字VS就是versus 就是A跟B的比较 那A跟B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边 它是说就是你 When do you use handouts? 什么时候会是用到你的讲义呢? 或者是说呢 你只是要用stick to 就是说你只要顾守在你的visual aids上面呢? 所以呢就是我们又再回到原来的问题 你一定要想想看你的简报啊 你的观众啊 还有你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你这样子才会知道哪一个是the most suitable 那在下一张投影片里面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你必须要给这个audients 就是多给一些information 多给一些讯息才能去就是支持你的一些message 你的一些讯息 那如果有的时候你想要去产出 就是去produce一些讲义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观众事上是可以带走 也可以把一些message就是记得很清楚 那以后有需要的话还会看你的handout 那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更多的演讲 还有做简报的一个技巧 同学我们今天在第九讲之中 已经提到了using visual aids 那同学会很想知道 那到底有哪些诀窍呢 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些powerpoint 是一些常见的错误的示范 那我们来一一地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powerpoint上面 刚刚在我们的课文之中 其实是已经提到了 第一个字体不要太小 内容不要太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 我们所准备的一些sample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 做简报的时候常犯的错误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章 第一章的话 同学可以看到 就是第一个背景就是比较深 然后第二个字体真的很小 你也几乎是看不清楚的 然后再来第二章的话 这个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错误 就是所谓的powerpoint是做什么呢 不是把你所找到的一些资讯 全部把它变成copy and paste 在你的powerpoint的slides上面 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几乎是不能阅读的 因为全部都是字 那观众呢坐在下面 其实找不到重点 因为当你在讲这张投影片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用几秒钟的时间 但是我们这样子是不知道 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是字体太多 然后全部都是文字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 再来下面的话 同学会看到下一张投影片 会不会觉得很刺眼 因为颜色是太深了 然后呢你的文字的部分 也是太深了 所以这个是背景的颜色太深 同学可能必须要去调整一下 因为有时候不同的投影机 投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好呢是能事先的 就是到你要演讲的地方 或是你要做简报的地方 先去调整一下 你的一些颜色的部分 这是背景颜色 再来呢同学就是对于powerpoint的 一些技能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看一下一张投影片 就是呢当你下一张投影片 出来的时候同学可以看到 就是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动画的方式 就是呈现出来 那同学会不会觉得 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 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下面 呈现了出来的 又是不同的动画的形式 就是它飞进来的形式 是都不一致的 所以其实你在讲的时候 其实会就是会有一点 因为会影响到观众的视觉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话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看到像这一张的话 同学会看到这个是 我们已经看到题目是龙山寺的话 但是我们会发现旁边有很多的小图示 一个什么南瓜 然后汽车 一个小可爱的人物 那是佛像之类的 其实呢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同学可以想想看 是不是这几个小图示 都是跟你的内文是有相关的呢 事实上并不见得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要避免 放很多其他的装饰的图示 但是没有办法去 enhance你的message 就是没有办法去加强 你所要表达的一个key message 再来最后一张 我们要看的是 同学最忌讳的就是 你全部贴了一大堆的图片 在那上面 那当然偶尔这样做是可以 但是最怕的就是 全部都是图片 那我们说有图片 但是并不代表说不要文字 因为其实我们看完图片之后 那我们如果 你如果是一个presenter 你需要把handout 就是印给你的观众的时候 大家回家 看到这所有都是图片 有的时候也想不起来 你到底讲了些 什么样的key message 所以我想图文并茂 其实是简报的上面是 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point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Sindy同学 要来帮我们做一下示范 有关于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会有一个萤幕 然后呢还有最后背景 就是一个大萤幕 还有我们有观众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其实你在这三个点上面 要做一个平衡 我们来看一下示范 首先我们先看 Sindy的话是背对着观众 然后呢 有的时候就甚至一直 在看着自己的手稿 或者是直接看着 一幕上面的字不断地在念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它一直跟audience是没有互动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 会比较理想呢 其实呢 一个部分 当然如果你有需要 就是手稿的话 你还是可以看一下 那比较好的部分 就是说 你一部分就是看着观众 一部分可能你要看一下 你自己的screen 就是你的大萤幕 然后了解一下 就是大家 比方说你用手指 如果有雷射笔就用雷射笔 指到你所要讲的点 那如果没有雷射笔的话 其实你的手 可以很大方地指着 你所要讲的地方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让你的 整个的presentation 就是posture上面 会看起来 是比较专业的 那我们再请 Sindy来帮我们做一下示范 Hi everyone Today my topic is Wanhua District Manga And my introduction includes Longshan Temple Huaxi Street Night Market and Bo Pilao Historical District And Longshan Temple is located in Wanhua District Taipei County And Longshan Temple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ship temples in Taiwan And Longshan Temple is settled north facing south worships Guanxing Buddha and other divine spirits The temple is first built in Qing dynasty and has undergone several renovations caused by men And the temple is well known for praying and matchmaking A god called Old Man Under a Tree is believed that he uses a red thread to tie a man and a woman together So many single ones come here to ask for a red thread which will bring them to their right one And this is our photos we took from the Longshan Temple And the next one is the Huaxi Street Night Market Huaxi Street Night Market is known as the Snake Alley Before you reach to the Huaxi Street Night Market there are already many food stalls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However the Snake restaurants are all in the Night Market It is divided 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Snake Alley and the second part is the Seafood Alle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nd i like the the use of the visual aids you know because you know a picture says a thousand words so you can see more you can there's more to talk about than just having the the bullet points i think so i quite like that i think it was pretty good good job cindy 好谢谢 justin老师那刚刚 justin老师的意思是说 cindy呢本来呢一开始 的时候是背对着大家在讲话那我们呃在做简报的时候其实 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跟audience是要有互动的就是呢虽然同学可能就是也许对于 这个题目可能第一个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呢你还是要用你的infusism 还有呢你的专业把你这个题目呈现好一点那刚刚 justin老师是有提到说其实 他有很多的visual aids就是比方说有图片那或者是有一些有一些文字说明那都是 很清楚的因为那个bullets不是那么的多那而不像我们刚刚错误示范的时候有列出了整张都是一个 文字档那这样子的话是goldens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你所要表达的事情那我想这个是 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想说的是说如果同学可能会觉得很纳闷那如果我一方面 可能要看手稿那另外一方面可能要看观众另外一方面可能有时候要指着你的荧幕上面所想要秀的部分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三个部分的练习可能对同学来说是比较新的东西 所以还是要多一点的练习那所以呢我们在看手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像unit a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写出你的大纲out line那这样子的话你会比较容易知道你所要找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是一些有关于简报上面呢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第七讲还有第八讲 就是请私底同学所做过一些示范告诉大家哪一些是常犯的一些错误那是有关于delivery skills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在第九讲之而第八讲后面也是有提到了你要在书写out line就是所谓大纲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introductionbody跟conclusion 然后呢你也必须要知道你的introduction就是点跟点中间你必须要有一个连贯性那在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还是有做一些简报的要领的一些介绍那我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有关于简报英文的主题也非常谢谢Justin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OK那我们下周见Bye bye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